各位院士,我們現在繼續開會 請廖院長引言 各位院士、各位會賓 我們今天下午的專題討論 我們很高興請到唐鳳政委 唐政委,大家都知道是台灣的所謂天才政委 在過去COVID-19期間 今天在國際上替台灣揚眉土器 特別在日本,據說他的粉絲非常多 我想在中央院院也是非常多唐政委的粉絲 在報紙上我們也看到 他是我們數位發展部籌備小組的負責人 召集人 今天我們很高興請到唐政委 來跟我們做一些討論 他特別強調,這是一個 complete free format 沒有任何形式 任何人要問什麼問題都可以 我們先請唐政委簡單說幾句話 然後大家就完全開放討論 在座可能有一些專家 再請大家永遠發問 唐政委,非常歡迎 謝謝 謝謝 我們正式開之後 口罩就可以拿下來了 剛剛秘書出來 跟我說 非常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學習交流 我們了解到有線上的朋友 所以線上的朋友也可以考慮掃這個QR Code 當然現場的朋友也可以考慮掃這個QR Code 掃了之後 那就可以到這個slido的畫面 那slido.com輸入0705也是同一個畫面 那在這個畫面上面就像聊天室一樣 那大家隨時想到什麼想法 就可以用筆名 當然真名也可以 去進入這個想法 那如果看到別人想要問的 或想要討論發表的問題 您也想要發表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在底下留言或者按讚 那按讚的數量高的 它就會自動的扶到這個螢幕上面 那當然實際就是拘手發問的 優先順序是高過在螢幕上面的 那我演講一項都是這樣子一個free form 就是以上面的 或者是大家想要問的為主 那如果開場這個要講幾句話的話 那我就先講一下我們請政院 這個是已經公開發表的 就是明年的實證方針 那實證方針的這幾句話 大概就是我們在明年對於數位發展的一些 初步的一些粗錢的想法 那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那第一句話它是關於任性的 關於resilience 它講的是我們要建構數位服務 跨域的協力的一些典範 那當然在疫情期間 我們有一些應變服務的一些做法 不敢說是典範 但是至少是說讓我們在防疫的過程裡面 不用靠著像lockdown啊 封城的這樣子一些方式 所以這樣子的做法可以說是 什麼自由的宅廊稍微拓寬一點點 就是可能性就是讓民間跟政府 都可以有一些capacity的可能性又增加 那所以我們的目的是要增加政府的效能 但是更重要的是韌性的運作 那當然最近一些今年的地緣政治的事件 讓我們看到說陸海空三維的網路 它各種各樣的不同的威脅情況 我們以前沒有想像過的等等 都應該要在這種情況下立刻的恢復 甚至是平常應變恢復之後 要能夠比本來的狀況更好 這個Enter Fair Job這樣子的做法 這是第一個韌性也是我們主要的想法 第二個想法是Data Autism 就是數據公益 那數據公益是歐盟最近倡導的一個概念 它就是資料治理法裡面已經通過的一個概念 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不是為了盈利等等 而是為了向各位的研究工作 或者是剛剛講到促進政府的效能制定等等 這些公益目的 那大家自願地去分享跟各自無關的一些數據 數據就像 Statistics 是跟各自是無關的 那或者已經持有這些已經各自無關的資料的朋友 那也可以跨破起來 那像空氣盒子 其實就是中研院這邊所協助 主導的一個非常好的數據公益的例子 那所以我們以前想到個人資料自主運用 在行政院裡面大概就是自己下載下來 Accountability 讓政府可以給個交代 或者是說在辦那些手續的時候變得比較簡單 但是比較沒有這種捐出來做公益這樣子的感覺 除了民生公共五聯網裡面的那些例子 空氣盒子之外 相對比較少 所以這是我們第二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是跨國的公民科技跟資料的民主化 那這個的想法大概就是interoperability 就是互通性 像我們的email 不管你用什麼樣子的軟體 前端後端什麼 都是彼此互通的 或者像如果你聽Podcast的話 那你用什麼軟體 那錄的人用什麼軟體 中間是什麼軟體 都可以就是互通的 因為它是一個開放的標準 但是我們彼此互相寄即時訊息 那大家手機上可能都有三四個以上的即時訊息程式 就是因為它的這個資料是不民主化的 你願意自己決定 資料流向 它得卡在一些silo 一些固倉裡面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會希望說 我們透過一些以身作則的做法 一些示範 那盡量的讓這個資料民主化的情況 能夠變成一個NOR 就是一個正常的常態的情況 那以上大概都是扣和本來就有的這個 指揮國家方案的願景 那所以我就大概花個五分鐘 這樣稍微說明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完全開放討論 好 不曉得現場有沒有哪一位要率先發問 就是線上有沒有哪一位要問問題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 那既然您是這個數發部的規劃 規劃委員會 投備委員會的召集人 您可不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 將來數位發展部的願景 或是想要提台灣的數位發展的 破壞什麼樣的藍圖 是 謝謝 我想除了在這個市政方針上面 已經有提到的一些 比較是價值上面的願景 那我們這個是數位部 目前就是以處歸城來看的話 一些相關的一些私處的一些名稱 那我想如果有很具體的問題 也許我們再 dive in 這些具體的工作實際上 不過就算只看這些私的名字 大概也可以看到一些重點 除了數位策略這方面的工作 剛剛講的比較是這個之外 我們會把本來的NCC的基礎處 變成任性建設室 它是特別強調剛剛講到的 陸害控三圍的任性 那資源管理當然還是非常的重要 那包含像大家之前 業界比較關心的5G的專網 或者是說我們在網際網路 相關制裡的參與等等 這個是資源管理司 然後呢 數政司 就是數位政府司 是來國發會的資管處 相關的工作 那特別會去強調 共同性的資訊應用服務 它的規劃協調 以及繼續推動我們的服務設計 相關的工作 那明珠網絡斯 它是當然也可以說是國際合作 但是不是只是國家跟國家之間 也包含我們的像分散式自製數位的這個服務 那就是俗稱的web3 那這個也不是說 透過國家跟國家之間的外交 它比較是跟新的治理方式 之間的磨合跟交往 那當然還有多元創新司 那這個就是剛才所提到的數據公益的工作 大概都會在這邊展開 當然我們現有的my data on data等等 那都還是多元創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依法還有 除了剛剛講比較多是社發的工作之外 我們還有產發嘛 就是數位產業署的工作 以及圖發 就是自動安全署的工作 那大概就是剛剛講到書發 不過大概只有這三發吧 那就先大概先講到這邊 那如果要展開我們就要展開一下 好 這個縣長 這個前面是 請教一下 以後 就是說這數位發展部的研發部分 特別是創新 剛剛我還看到創新 跟科技部或者國課會 在這方面在職務上 配合上要怎麼樣 怎麼樣 有什麼樣的安排 謝謝 確實 因為我們的名字叫做 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Moda 那Moda 它像是馬達的意思 這個台語的話 那如果是 我剛剛從義大利回來 那邊是時尚的意思 但它都有一個就是比較短期 電能轉成動輪那樣子的感覺 Eat the ground running 所以一個步 基本上就是像剛剛講到的 施政方針 它是一年之內 兩年之內 它就要看到一些結果的事情 那當然 國家科學與技術 委員會 它包含科學 就是研究 技術的發展等等的部分 那那個horizon 都還是稍微比較長一點點 不是說好像一定要12個月之內 立刻做立竿劍影 看出一些應用的成果 所以以我的理解 它比較是 就是比較短程 立竿劍影 跟比較長程的差別 那當然 因為之前五六年 我也在就是科技會道辦公室 等於每個禮拜每個禮拜去看 各部會的計畫 那之後如果是到了就是國科會的話 我想數位部的首長 也會是國科會的委員 那所以比較中長程的這些事情 就是在國科會裡面來進行商談 希望有不大幾個問題 希望有不大幾個問題 王院士 幫我們做什麼防火牆 來幫忙我們 這個速箱下面 去解決這些問題 謝謝 是 先確認您的意思 您剛剛是說 就是假訊息現在是比較 比較氾濫 特別在這些社群媒體 這些平台上面 是這個問題嗎 OK 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防火牆可能指的 就不是我們技術人員的那種 防火牆 不是電腦病毒的防火牆 而是比較好像心靈的病毒 那樣子的防火牆 那我們在疫情的期間 大概採用兩種方式 來建築這樣子的 我把它叫做心靈的抗體 那一個就是所謂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就是發現有哪些這些不實的訊息 假訊息正在延少的時候 那我們會去看哪些 它遺傳實實傳百的這個R值 就是它目前的這個遺傳幾 的那個幾 它到底是多少 那特別高的 那我們大家都會看到 那這並不是說 行政院自己去看而已 事實上包含很多參與的一些朋友 像趨勢科技的防炸達人 或者是說Busco 或者是G0V的那個真的假的等等 他們用一整個ecosystem來偵測說 有哪些新的好像病毒的變種一樣 只是很多都是很古老的假消息 他們又換幾個人的名字 然後換一張圖又出來了這樣 那針對那些特別高的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public notice 所以現在在很多社群網站上面 當轉傳這些訊息的時候 它其實底下已經會有一個澄清的這個說明 那這個澄清的說明可能是 當然事實上的中心 可能是Michael Penn 可能是其他的 國際上面的 事實上的組織的朋友們 他找到的 那當然我們在國際上分享這個的時候 他們都很驚訝 因為對他們來講 這個就好像疫調一樣 是疫情比較不嚴重的時候 才能夠做的事情 因為比較花人力 而且很需要對即時的狀況有所掌握 那但是事實上證明說 疫調在某些一定情況下 它確實是有一定的用處了 但是到某個程度上 那可能就是需要 建立大家心靈的抗體的 就是共存的狀況下 那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之前有提到這個 Humor over Rumor 就是用迷因 用幽默來破除謠言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的澄清的這個訊息 那透過一些比較可愛的 像衛福部的柴權總裁 等等的這種包裝 那能夠讓它的傳播力 比這個謠言還要快的話 那大家看過之後 會先一笑之後 它自然就有抗體 之後再看到謠言 它就不會再轉傳了 那這個也是之前 就有投入的一些工作 先初步這樣子回答 希望回到您的問題 好 陳妍君也請 我們都知道台灣的健保資料庫 是一個非常寶貴的database 有很多real world data 可以從那裡去取得或者學習 或者做研究 可是要應用它 實在是 user unfriendly 非常的困難使用 我不知道這個 這個團委員有沒有辦法解決 這一方面 在顧及到他資訊的安全上 又能夠讓使用者 不用在特定的地方 去那個地方去使用 謝謝 謝謝 當然我們了解到現在憲法法庭 正在討論關於這個事情 那進行中 審判中的案件 我就不評論 那但是就我們目前願景裡面 有提到的就是 我們剛才的數據公益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還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因為我們的願景 剛剛是說 完備數據公益生態制度應用 拓展個人資料自主運用的範疇 我們現在已經有超過一千萬的朋友 在使用我們的健保快一通 那意思就是說 不是只是好像 它的資料被動的存放在健保資料庫裡面 而是它隨時透過手機的健康存者 就可以下載 那當然下載給自己看是一回事 但是下載它提供給它手機上面 別的應用程式 別的APP 這是另外一回事 有一個SDK嗎 但是如果它願意認同您的研究工作 它好像捐發票這樣子的 就是願意把它的健康存者裡面的特定的資料 不是全部的資料 因為可能你也不需要它全部的資料 來就是別的特定研究工作使用 那這個就是剛才講到歐盟在講 Data Altruism 的時候的一個模式 因為當它主動提供的時候 你如果需要更高品質的資料 它必須要讓它多填一些問卷 或多量測一些審理數據 那因為它知道它正在做出貢獻 而且知道您的這個工作是公益的工作 那中間也跟各自的無關 它一定有一些我們叫隱私強化的技術 那就不是說你本來講的唯一的一種 那個enclave 就是到一個安全的飛地裡面的那個模式 而是新的這個模式 那認同這個模式的 以前是因為在疫情前健保快一通 就沒幾個人抓忙 很難去表達這樣子的同意 但是如果我們讓它變得很容易 表達這樣子的同意的話 或許也是其中一個想法 希望有初步回答到您的問題 這個我們才剛剛開始了 我們在健保快一通上面 比較像這個的是在疫情期間兩年前 大家又把自己沒有去領口罩的配額 按個鍵就可以說 那這個配額我指定它 就是一定要讓外交部提供給全世界 做人道救援的這個使用 那這個是當時叫護臺灣豬事件 所以有超過700萬片口罩 是這樣子就是捲出去 那但是當然這個只是類似一個pileron 不是說它是全面性的提供研究使用 但至少證明說健保快一通 有這樣子的一種功能 其他還有沒有 還有一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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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委員講得非常好 我們同意 這個 用這個 好像這個 全民運動一樣來幫忙 做這種事情 這是比較有powerful的做法 得趕多以後要算 現在能不能把全民運動 也包括computation的這方面 那這個比較advanced的國家的話 你去看它的community 都是有些super computing的community 台灣90 非常非常的少 biology security material social medium analysis 都需要大量的計算 人力 台灣的community 不太強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能把台灣的computation thinking the society computation thinking the level improve 謝謝 謝謝 我自己初步的想法 是來自於就是像 剛剛提到的空氣盒子 這樣子的應用 也就是說在教學現場的應用 因為我自己之前在神明國教的課發會 那我們強調的是說我們面對真實世界的問題 然後不是只是解釋這個問題 而是老師帶著學生解決這個問題 找出可行的解法 那當然computation thinking 它的作用就是讓我們知道說某些部分 你可以現在交給算力去做的 交給assisted intelligence輔助式的智能去做的等等 但是這個如果能夠從小培養起的話 那學生對於什麼事情適合AI 什麼事情適合資料的搜集等等 它不會有種很像背教科書的這種感覺 而是像我小的時候 當個學校會說養個殘寶寶一樣 那它養一個空氣盒子 也是一個類似的事情 就是比較抽象的概念 就是data stewardship data bias 等等這些概念 它才有一個能夠對應到它 真實世界中的社會影響力的一個做法 那它的家人到底早上要不要出去散步 出去爬山等等 可能就是它的資料搜集 以及應用 以及它加入的 您剛剛講的這種比較分散式的community 可以共同決定的 那我們在最近幾年 有透過一個活動叫總統背黑客松 那來獎勵就是民間這方面的工作 那像是剛剛提到的就是空氣的品質啊 或者水平池啊或者是就是到底附近哪裡有可以裝水的地方 所以就可以燒賣幾個塑膠瓶啊等等 怎麼樣糾團去淨灘啊等等 那當然每一個單獨來看 它用到的AI它的算力可能都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捲動 就是社會上的各界都覺得說 就像以前開個試算表 就是大紀行formula 這個間隔樞紐分析最多吧 我就可以改善我的生活 就是personal computing到這個程度的話 那我覺得大家都會比較願意說 那我們再多投資一點 我們的心力也好 我們的資料也好 我們的貢獻也好 到這樣子一種比較分散式的community裡面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 不管是終身學習還是 就是普通的就是國民造語 我覺得這個大概都是要weave進各科裡面 現在好像比較不是抽象的去說 那我們就是要強調computational thinking的重要性 我覺得它跟design thinking一樣 都是在面對生死世界 所以我想要發現這個可以用一些computation 用一些design thinking來解決 就是從做總學吧 那就是一些比較粗淺的想法 好 謝謝 其他 這個理論財運使 第二 長次偉你好 那個 我們記得在7月下旬的時候 中央院就舉辦了一次 National EID的這個研討會 您也清想清楚 那時候我們針對國民生命 ID化的事情 做了一些建言 其中一項就是 關於我們個人資料 保護的這個專責機構 我不知道新的專責機構的是不是 剛剛蘇法部裡面 我們沒有看清楚 是不是有這個資料 保護華裡面的專責機構 是不是進度 政府進度到哪裡 跟蘇法部的關係又會是什麼 這個做給你一下 謝謝 謝謝 那這個我們有很細緻的討論過 就是不只是這個各自專責機關 是所有的這種比較像監力性質的業務 它跟蘇法部的關係是什麼 因為也有人跟我們說 這個NFP上很多洗錢詐騙子孔 蘇法部要不要管一下之類之類 有很多類似的這樣子的形狀 那但是我想我們這邊有個通例 就是說因為我們是部 然後剛剛講到的是 就是短期間政策的執行 所以之前就是郭外王老師 他是就是絕大部分 一開始的infrastructure 郭老師奠定的時候 有個講法 就是說我們是專門是採油門的 也就是說是去執行的 那但是日常的監理 包含NCC各區的監理處等等 都還在他本來的主管機關的位置 並沒有引搏到數位不來 所以同樣的就是 對於剛剛講到 紫孔詐騙洗錢 這些在什麼分散式帳本上面的情況 那個就還是警管會或者法務部 等等等等的這些 所以順著這個邏輯 那我們現在的各自的這個 還沒有專責機關的情況下 是以國發會的法協 作為法制的協調機關 然後我們三四個政務委員 聯席去開這樣子的一個 促進就是各自的保護的一個 有點像匯報性質 它有一個要點 所以不管是民間矚目的一些 各自的事件會提在這邊來處理 又或者是說 就是我們要拉起 每個部會在就是各自 它有一個安全維護要點 那有些釘得比較寬 那要把它提議化等等 那這些現在都是在這個 院籍的好幾個政委的 類似匯報這樣子的地方來處理 那當然未來因為數位部 剛剛講是執行為主 所以不會變成說好像降級 變成數位部來處理這件事情 應該還是在院籍來處理這件事情 直到我們有相當於GDPR那樣子的 獨立的專責機關以前 應該都還是在院籍處理這件事情 希望會拉到老師的問題 謝謝 謝謝 我來請教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數位的發展 會全面地改變一般人的生活 台灣在這方面 雖然不是很落後 但是也不是很前面 我想請教你 這個數位發展部成立之後 我們對台灣十年後的數位的願景是什麼 人民的生活又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謝謝 當然這個應該要留到這個 實際上部成立了之後 由數位部的首長來回答 我們在籌備的時候 我們的想法是說 剛剛講到是以社發社會發展 來引領這個 產發跟突發的這些事情 也就是說 我們是把數位世界 是想像成一個 不是一種技術 或特定的科學 因為科學跟技術都在補科學 所以數位部它有別於科學或技術的 是說數位就是網際網路 所能夠聯繫到的這些地方 它比較像是好像 就是海洋委員會之類的 它是一個已經存在的地方 有它自己本來的一些規則 那網際網路當時在設定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些 剛剛講到關於任性的 關於公益的 或者是關於資料民主化的這些想法 那說我們要往特定的方向發展 在當然也有一些別的管轄領域 他們發展是在某個程度上相當先進的 但是它是以top down的方式來發展 所以很容易就剝奪掉 就是其他的可能性 那所以我常常說數位就是不止一位 我跟國際的朋友大概都是說 在我們這邊 plural跟digital是同一個字 就是數位的意思 所以我想我們的基本想法就是 這個pluralism 或者是plurality 就是collaboration across diversity 一方面去鼓勵在上面的各種 各樣不同的社群的發展 但是二方面透過multi-stakeholder 就是多方利害關係人的機制 確保說在任何新的 重大的技術出現的時候 是對大家是有益的 有一些基本的共同價值 那這個也體現在 像剛剛提到的身份認證 或者是關於環境的 關於健康的研究的等等的 這些interests 那我們可以有一些快速的達到共同價值 然後基於這個來創新的這個process 那我覺得這個process 就是internet governance 就是網絡網路治理 我覺得才是數位部 比較可以說是 那是我們要促進要發展的 所以它是有點meta 就是說我們發展的是這個 讓大家快速形成共識 快速創新的這個多元創新的方式 而不是多元裡面的任何特定的意願 那假如說我們跳開 數位發展部這個框架 從您個人 你是一個數位專家 從您個人的角度 來為台灣破壞我們數位的願景 先不管說這是哪一個單位 該負責哪一個部門 我想說台灣從現在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的數位生活 從剛才講的不是後段班 可是好像也不是前段班 那我們放眼十年 十年後的台灣 一般人民要有什麼樣的數位經驗 一般人民的生活要怎樣改進 這從你的一個數位工作者的角度 數位專家的角度 可不可以替我們勾勒一個願景 或是一個遠景 簡單講就是我希望接下來台灣 可以成為一個民主的典範 所謂民主典範的意思就是說 不是特別去某群人分說這個是前段班 其他在後段班要跟上 我們隨便看愛沙尼亞或誰是前段班 那好像這個台灣要趕上這個前段班 比較不是這樣 比較是說我們在社會裡面 就是有些朋友他覺得現金支付是OK的 我們不是說我們看到北歐那些地方 他純粹的無現金支付 我們就要去拼那個KPI 因為如果我們去拼那個KPI的話 大概就會造成一些信任的流失 大家會覺得說我本來習慣的東西 為什麼逼我改變我的習慣 所以像Smart City流行了好幾年 它就是讓我們的習慣去配合最新的技術 那等到那個技術又更新了 好像又被落下來了 但是不是這種先性的想法 我覺得比較是Smart Citizen 就是說大家現在有哪些社會上面的Norm 大家習慣講的語言 像我以前在蘋果開發Siri 那但是我跟牛津一起合作 就是希望說不要有一種好像 大家反而不能講自己的母語了 或者講的腔調必須是優勢語言的腔調 那因為Siri只聽得懂這些嘛 意思是這樣 所以反而是說是技術科技來配合 大家的社會上規 而不是要大家這些社會價值 我們本來過得好好的 去配合所謂最新最酷炫的這些技術 所以我想Florality 就是作為一個民主的典範 比較像是我們希望世界其他的地方 當它看到一個Emerging Threat 剛剛找到假設一些危害啊 或疫情啊等等 它不要一下子就反射式的覺得說 那我Solutionism 我一定要導入什麼技術 逼我的民眾去做什麼 而且它可以想想台灣說 那我們可以保持這個Florality的這個模式 希望有就是多少得到這個問題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概念 這個相當好的願景 那這是一般人民的層次 那這個大家知道說 數位革命會徹底的改變未來的商業模式 甚至工業的形態 那台灣是很重的工商社會 工商的發展的一個社會 因為我們的GDP必須要靠很多的出口 那這方面台灣的工商業 怎麼樣進行全面的數位化 以跟全世界來做的競爭 謝謝 這個感覺比較是經濟方面的問題 剛好跟Slido這個是比較像的 就是未來會希望著墨於哪些領域的數位化的發展 那我們確實有一個就是叫做數位產業署 那它的工作就比較像是剛剛講到經濟的部分 我們剛剛大概講的都是設法的部分 那數位產業署的工作我們可以看到 它並不是說好像在經濟部或其他部會 定義的產業裡面 我們挑一些過來 變成說這些是數位產業 那然後特別去複製它 不是這樣子 而是像您剛才提到的 是現有的各種工商業 百工百業 所以我們Ministry of Digital Affairs 這個數它叫做 Administration for Digital Industries 有一個S 所以就是百工百業的數位化 而不是我們特別挑出一個產業說 Digital Industry 不是Singular Again, it's Plural 所以我們就在它的這個組裡面 可以看到對於通信傳播的 對於平台經濟的 對於新興的跨語 像所謂的體感 然後多元宇宙啊 這些東西 然後對於數位服務的 是透過這四個層面 去Enable他們的數位化 那這個工作並不是現在才開始推動 像疫情期間 我們透過一個叫做雲氏集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TDOS 的這兩個方面 那一方面就是讓很多百工百業 它之前不太會使用 這樣子數位化的雲端的系統 它覺得自己要投資很多 要裝投資機 要訓練人等等 那二方面呢 我們又讓剛畢業不久的年輕朋友 他Digital Native 他們去編隊在業施的帶領之下 去幫助這些百工百業 去導入這些數位技術 但他們就不是好像去打工的 而是一個Ambassador 數位世界的大使的這個角色 所以就是跨域的協力 跟輕盈的共創 我想這個是一向是 我們這幾年來推動的方法了 所以在ADI數位產業處 應該還是會維持這樣的方法 繼續推動 謝謝 王康榮面師 謝謝你 這個講得非常 我認為這個Digital Era很重要 有一個形成這個 叫布吧 是不是 我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講多半是西方的 我是覺得東方跟西方 它的Culture跟習慣不一樣 你這個布呢 在台灣 對台灣怎麼把這個 台灣的文化跟西所 跟那個世界不一樣 怎麼把它 讓它Hemoralize 是 非常好的問題 我自己為什麼 後來這個多元創新 特別是叫Plural Innovation 那以共融嘛 非政府跟民間組織的數據能力培養 當作它核心的價值 以及為什麼民主網絡這邊 它特別強調的是公民的參與 以及分散式的自治的組織 就是這兩個取境它的特色 就是這很老的字叫 Appropriate Technology 就是恰當的技術 不是說最新的技術 然後我們就用一種 好像真的有點殖民的感覺 在這邊非推廣不可 而是說 我們就是說 那這個像 我們在這邊 大家一起商討 關於社區的事務 運用一些引導的技術 開放空間技術 非暴力溝通的技術 這些也是技術 只是Social Technology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 特別先要強調的就是 Social Technology 在多元創新裡面重要的程度 那而且呢 對於這些年輕朋友來講 我剛剛提到說 年輕朋友他們透過T大使 或透過我們地方創生啊 等等的計劃 實際進入每一個地方 了解到他們文化的時候 他們是ambassador 也就是說 不是只是數位世界的文化 帶到這邊來 也是當地的文化 透過培育他們的數據的能力 讓大家能夠即使人沒有來這邊 也能夠體驗到這邊的文化 有很多immersive的方式來做 那當然在這一點上面 我們是很幸運 就是不管是數位點藏計劃 或者之前創用CC計劃等等 其實都已經留下了非常多 怎麼做這件事情的方法 只是說以前如果是在經濟部的體系裡面 它比較沒有這樣子有系統的 針對非政府跟民間組織 特別社區型的民間組織 去做這樣子的介面 因為工業局嘛 所以就比較難 但我們這邊是百工百業裡面 也包含剛剛講到這些地方的 或者社會創新的事業 希望看到老師的問題 有一個follow-up question 請 現在還是很大的問題 Digital Divide 所以啊 這個怎麼樣把它傳載 從Digital到Analon 因為我們人腦 多半是Analon 不是Digital 所以要把它普遍化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這樣做呢 你有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是 我想在這裡面就是一個 trusted assistance 就非常重要 就是大家能夠信得過的 一個輔助的人 那我自己在疫情期間 設計了相當多的系統 那我在設計的時候 常常我的focus group 就是我阿嬤 已經快90歲了 那她是絕對不用智慧手機的 因為字太小了 但是她不是不願意去 好比像說用個iPad 很大的平板 用我的視訊等等 那但是呢 後來我就發現說 對於這些長輩來說 她並不是不去用這些系統 而是你要先讓她安心 只跟她說省病是沒有用的 是從安心開始 那像我記得當時 我們本來想在便利商店的那個 櫃圓機 就是ATM 就是提款的那個 插入提款卡 完成身份認證 拿那個小白單 就可以訂口罩了 本來是設計的這樣一套系統 但是我阿嬤跟她的朋友 楊奶奶這些 我們實際去測試 那她就覺得很不安心 因為她只有領錢 是用ATM 那如果是存錢 就是錢要走了 她一定要去櫃園 實際看到一個人 填那個單子 不是她不會按密碼 是她很怕按錯 然後整個存款就不見了 而且上面還有貼165的 防詐騙的貼紙 所以就是說這些 並不是她省力就好的 她必須要覺得說 這絕對沒有任何可能 讓她本來要付給機關 除了52塊便52萬塊之類 所以後來我們才採取說 那就不要在ATM 而是在她的Kiosk 就是她的像iPhone那樣的機台裡面 用健保卡 那直接來進行預購 那楊奶奶就說 她到櫃台 用那個很大的iPad 給她掃 Barcode之後 她從口袋裡掏出50幾塊的硬幣 她就覺得很安心 她覺得不可能 她的存款不見 所以可見 並不是不使用數位方法 而是說我們所謂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要關於誰的事情 就要誰的參與 要找出一個 讓她最安心的互動的方式 那當然一開始便利商店店員 可能比較辛苦 但是她學會之後 這個90幾歲的朋友 就會去交80幾歲的朋友 就會去交77歲的朋友 那很快他們反而變成我們的Advocate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反而去節省說 那個好像Divide的兩邊 都要花非常多的力氣 彌補起來 因為中間會有一個 Letter of expertise 就是大家要比較會一點點的人 叫比較不會一點點的人 這樣子的一個角度 就是想要回答您的問題 謝謝 好 張醫師 謝謝你 告訴我們這個 數位發展部的業務 聽起來是包三包改 從基礎建設到數位產業 甚至連法律規範都是 數位發展部的業務範圍 但是聽到內容的話 好像有一點 這東西好像不是抓在手裡 剛剛廖院長問的問題 我稍微打算一下 到底人民能夠期待看到 數位發展部份 數位發展部份做出什麼 不要說十年以後的Vision 還是說馬上可以看到 我舉個例子 您剛剛說的這個韌性 可以 從這個 Infrastructure的角度來講 是不是意味著說 你們可能也會 比如說 去跟某些公司 類似Starlink 有一個contract 萬一 國內的這個數位網路 受到破壞 能夠保證在一個洞口內 馬上恢復 類似這種 比較實際的問題 你只有有限的Resources 你的資源是有限的 能不能告訴我們說 你大概多少 成分的資源 是用在 比如說Infrastructure 多少是用在哪裡 那麼 兩年以後 三年以後 人民可以看到什麼 從這個角度 你能不能給我一些答案 謝謝 我想預算案還是要 正式提出給立法院 然後等他們 Approve 但是如果只是 就是Large Picture的話 那當然可以 我覺得 您剛剛提到這個很好 就是說 我們以前的想法 好像是 現在的通訊模式 光纖可以用 那它還沒斷 那這個背遠的 就不要立刻啟動 但是我們要有一種 好像一個小時 或多久之內 可以啟動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那以前對Infrastructure 這個是我疫情這兩年 這個常常聽 這個CECC的朋友講的 就是之前健保制度 因為每一分錢 都要花在刀口上 所以他們非常重視這個 Cost Effective 這個Efficiency 覺得Redundancy 就是說 同時有空床 或者是有兩種以上的解法 一種最後沒有用到 等等 好像是健保資源的一個虛質 這樣子 那但是疫情就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有的時候 有一些Redundancy 它對Resilience是有幫助的 也就是說 本來覺得同質 是省錢的 省力氣的 但是現在我們的感覺 反而是抑制 就是你平常 根本不要等光線斷 或者根本不要等說 現在的離島 或者什麼地方 它微波還可以用 但是即使在這個時候 對於這些比較像 關鍵基礎的地方 或者是這些 本來偏向離島的地方 你就知道說它 隨時都還是有可能斷的情況 或許就應該先把 您剛剛提到的 不管它的軌道在哪裡的 這個衛星 就直接先引入了 所以這個也是之後 如果去立法院 要跟在預算會期 跟委員溝通 這個是要溝通的 一個新的概念 就看起來 它好像還沒有用到 但是如果你現在 就編列的話 那它可以確保一個完全 無縫接軌的 這樣一個failover 就不是說 一小時之後再恢復 而是隨時哪一個 Quality of Service 比較差 那都還是可以恢復的情況 那這個也是需要 其他的部會 像需要緊急栽訪應變 警銷等等 多多少都要對齊 這樣子一個比較新的 rezilience 抑制性rezilience 這樣一個想法 那確實這個是 我們會花相當多的資源 在這個上面的地方 那其他的部分 像剛剛講到的 就是數據公益的部分 我們目前行政院 才剛通過 就是一個叫做 運動成科級的 這樣子一個計畫 那裡面對於大家的 運動這個產業的發展裡面 剛剛提到的 數據公益的資源提供 這個分析啊等等 以公益使用 跟各自無關的這個用法 我們也會花蠻多的資源上去 那因為我們對大家 覺得都有公益性的 這一個部分 剛剛提到 國民的健康 或者是災害的應變 防治等等 每一個有一些 比較重大的公益性的部分 可能也不是數位部 自己的預算 而是說我們去導引 現有的部會的預算 投入到一個 它可以破起來 而不是一堆是silo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還是比較是槓桿的 不是我的預算有限 所以我就只做這樣的事情 而是因為 剛才提到 國科會在 就是數位相關的 特別是資料 數據相關的 預算編制審查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些guide line出來 那這個就會把現有部會的 相關的預算 把它導引到一個 比較過起來的地方 所以你剛剛提到 Hodg Hodge 其實多多少少是現在的現況 因為每個的KPI 就是它的KPI 但是去強調這個 就是互通性 公益性 剛剛講的資料民主化 就是希望說 那我們花一分錢 但是因為資料其實是 跟石油剛好相反 是越互通 越有價值 它Anti-Rival 所以這個情況 我們就會鼓勵這方面的交換 這樣 謝謝 王明院士 是這個 我個人關心的 比較大面向 整體性的問題 我是知道說 其實 從我們經濟人的這個角度來看 未來Data Portability 還有Data Security 勢必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但是要如果發展產業的話 恐怕在三個最大的產業 最能夠創造就業 能夠創造價值 也能夠創造出來這個銀行 那麼這三個產業 一個當然大家都知道 就是Global Value Chain 這個尤其是在這個 COVID-19之後 這個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Fintech Fintech在Big Data的應用 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第三個就是Health Care 台灣是有最好的Health權力 請問這個 就是部長 在這三個面向 是不是有非常完整整體性的規劃 在各自不造成衝突 而在開放Data的Public Use 這個會不會有全面性的一個規劃 而不會說是個人做個人的事情 然後造成是東加的那個規範 跟西加的規範是不一致的 謝謝 政委 現在政委委員的身份 這個不是部長 以我們的這個規劃來看 比較明確的 其實就是剛才講到的健康的部分 我們如果去看運動成科技裡面 關於數據公益 就是運動數據公益的那個平台的規劃 那包含隱私增強的技術 包含法尊 所有這些 其實中研院很多的研究 就是我們的這個backbone 就是知道說 現在已經不是像以前那樣子 你要在隱私的保護 跟資料可用性上面 好像一個dial 就是兩邊一定要損失一邊的情況 現在有非常多的方法 可以在兩邊都不損失的情況 但是問題只是說 現在大家對這件事情 就像你剛剛說的 資料的搜集端 資料的處理端 應用端 是不是都認為這樣子是可選 這樣是合規的 那還是說 某一個就會主張出來 我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我不是很信任這件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們特別強調 altruism 強調公益 就是因為 對於目前是比較弱勢的 然後去讓他們 有跟別人一樣的社會的參與 健康的參與 或者是通訊的參與 或者是剛剛講的 inclusive finance 金融的參與 這個是比較沒有爭議的 各個部會都會覺得說 我們至少要讓比較 弱勢的朋友到跟我們一樣的程度 這個是沒有問題 但是比那個在上面主張說 這個benefit不特定的人 所以有公益 這個每個部會的看法 就開始不一樣了 所以我們在一開始 為什麼是說 那是培養全民 不管現在有怎麼樣子的 身心方面的狀態 都要能夠 accessible的 建立運動的習慣等等 就是因為這個是最沒有爭議的部分 這樣子 那在金融方面 我覺得我們的平台經濟的這個工作 那在以前主要還是法規的這個調適 就是發生一件新的事情的時候 那他要等所有相關的主管機關 都對他有一個很明確的定性 這個東西才能夠集聚下去 那當然之前也有試過一些做法 也取得了一些成績 像金融的建立沙盒等等這些做法 某一個特定的個案 讓我們四個六個月看看等等 但是我覺得與其這樣子 那這個當然可以繼續推 還另外一個可以做的 就是擴大我們之前講 像總統被黑歌手那種做法 就是在大家都是自願參加 還不是大家非參加不可 那個情況 快速的去累積 norm 因為我們疫情期間就是這樣 口罩地圖 是不是我們的主意 是民間自己在那邊 回報口罩數量 就架起口罩地圖 我們只是把他們的這個 norm 給他institutional support而已 那或者像檢訊實驗制 也是民間發明的 不是我們自己在政府這邊發明的 是民間發現說 大家都用line什麼東西 掃google phone 它那個資料屬成 造成非常大隱私泄落的風險 那所以社群裡面關心資安 關心個資 關心人權的朋友 想說我們是不是至少 把這個漏洞先補上 有一個比較我們multiparty pivacy的一個做法 那同樣這個做法當然也不完美 德塞老師完全知道 但是總比這個全部都收集在店家 或特定的phone裡面好嘛 那同樣我們只是特別說 那這個東西我們看起來不錯 我們推廣大家使用 但我們也沒有逼著大家說 非得掃脫耳口 你還是簽名蓋章就可以進來 所以像這種purely up in 但是是norm first 就是民間有一些好的做法 我們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我們的公部門把它擴散 然後讓private sector來試著implement 那我覺得這個就可以減少private sector之前 就是衝撞紅線又被吊銷執照 再是又衝撞紅線又吊銷執照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因為norm first 大家先覺得說這個東西不錯 那我們在擴增它的影響力的時候 private sector比較有所依循嘛 所以我一直強調就是說 這個iteration它的頻寬要寬 大家要及時的這樣溝通 它的iteration的latency要低 就是不是說每次要等個10年 等個20年才能夠檢討一次法律 它最好10天20天有一個好的norm 我們就趕快來amplify看看 那我覺得這種高頻寬低延遲的情況 我們這個iteration的速度 才比較有可能像您剛剛說到的 在特別是intech這個領域達到一個規模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我來follow up一些問題 我們剛才講這麼多數位的工作 那當然有一些很大部分是社會的制度 社會的配合 那當然也有很多是要很多的數位專才 那你剛才講的一部分就是說 民間自然會有這些的關係 但是假如說要全面的數位的話 這裡面需要的人力 需要懂數位科技的人力 那你的想法是我們怎麼樣在台灣 很快能夠訓練這群人才 其實literally就是數位就是不止一位 數百位數千位數千萬位 那我們的目的是最後是數千萬位 就是大家都有數位的素養 而且覺得說我並不害怕 比如我稍微懂一點點的人 我知道怎麼approach它 那所以每次發生新的這種數位科學或技術出現的時候 我有一個底氣說那我的社群不管我是在哪個社群 我可以把它作為恰當的科技 appropriate technology 而不是說好像我就非得喪失掉我本來的互動的方法 或我本來的人際關係等等 所以這個是end point end point就是數千萬位是所有人 所以這個情況下就是剛才提到的就是 這個素養的擴散就很重要 不是說我們集訓人口的一部分變成數位專才 而是說盡可能的讓這個letter 可以它的協律就是比較平一點 比較平坦一點 每個人再往前學一點 再往前學一點都很容易 那這裡面就需要很多就是剛剛講到的 類似像CivicTech這樣的東西 就是每個人多花一點點時間 我看到slider上面有個問題 他想要這個投入假新聞偵測的這個app 那當然我們不會講假新聞這三個字了 我們是說假訊息危害 那假訊息危害我們就是靠大家在 在LINE上面他常按一個訊息 他report給像真的假的 或者是剛剛講到的防障達人等等 那只要花一點點時間到cofax網站 你就可以看到目前正在需要你澄清的是什麼 那很多人是把它當作一種 好像課餘時間的休閒活動 大家就試著來fact check 就好像編輯危機百科一樣 那在大家的這個協助之上 每個人的不只是數位的素養 包含新聞的素養 就這樣子培養起來 那等到大家都有基本的就是新聞學的 就是你要怎麼check一個source 你要怎麼樣balance一些frame等等 就讓大家有一些公共衛生的基本觀念 就是戴口罩請吸收 那病毒就難以擴散 如果大家都透過這樣子 對數位的這個新聞工作 有一些基本的概念的話 那假訊息也難以擴散 因為他碰到的都是有抗體的人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透過更多的鼓勵 不管是數據公益 或者是公民科技 讓大家每個人 願意投入一點時間的時候 都可以有些pro-social contribution 而不是一直都在那些anti-social social media上面 彼此抵消彼此的經歷 我覺得這個是特別重要 下面還沒有 slider上面有沒有發問 因為我覺得每個現場問題 我試著串一個slider問題 所以目前就還沒有 謝謝 我歡迎大家繼續聽 龔議員 龔議員 我一直在聽你的presentation 你的意思 我慢慢聽懂 因為你很多是用全民的角度來看事情 這是很precious 尤其是對彈業有興趣的人 或者對這個很有誠意 所以你不忍不忍不忍叫做全民數位發展部 可以啊 我之前就說數位其實意思是plural 所以是ministry of plurality 我是講來玩樂 就是要把這個意思稍微 我再猜你的意思 其實你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你就是這個意思 對 所以裡頭 有很多一些產業發展 就覺得有點不太fit 對 就是原來裡頭有些東西 還剩這個 然後呢 講的是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是你的重要essence 就是說 你給人家一個新的draft的view point A lot of problems 會 have difficulties for a long time 但是很多東西 就像你講 變得好像 有些問題 也不是真的問題 好像可以這樣解掉 但是同時呢 永遠有一些很 這個院士裡面 一大堆高手啊 science technology問題 是不可能用全民他們做的 是 一定是要不得了專精的這種幾十年的功力 才能夠把一些社會上的問題解決掉 是 所以這兩點要recognize 是 這個 可能是希望有一些recognition 對另外一邊的人啊 有些recognition 不要一下子都是只講全民 全民很重要 我覺得全民講不夠多 現在你這樣過來是非常好的 另外一邊你要一些 一些這個 appreciation 是是 當然當然 這兩邊一定要他們好一點合作 可是合作 我沒有看到很清楚怎麼合作的方法 是 對 這個其實是一個 非常好 因為這個是 嗯 我想試著這樣子 approach 就是說 確實因為我們剛剛一開始就界定說 數位部是立即可見的問題 我們deliver state capacity Civic capacity 一起來解決嘛 所以它是那個horizon是很近的 那但是您剛剛提到的是說 這些結構性問題 用這種方式解決 好像覺得它手邊有什麼工具 湊一湊一湊解到某個程度 但是你要真正解決到就是 就是 true coordination 才能夠解決那個狀態的時候 可能不是這種狀態 能夠立刻解決的 也不是解決到那個程度 它需要 fundamental research 這些方法 這個我完全同意 也非常的支持 但這個界面呢 我之前提到總統北黑客松 他是以大概一年為期嘛 那所以確實都是一些practitioner去參加 那比較是長程的這些research的人 他參與的是稍微少一點 那我們現在在想的是說 因為總統北黑客松是每年的 就是三到九月嘛 那是不是另外半年 我們要另外一個比較horizon長的 可能叫2040的這樣子一個horizon 那比較是research相關的 或者是一些他還在early stage 但他想要他的這個vision 被整個社會所買單 而且可以因此secure 國客會包含科學跟技術的委員會 這方面的比較長程的這個funding 所以這個我們確實也還在 cook 但是比較靠近九月的時候 應該會比較清楚的一個picture 但我完全理解老師的這方面的concern 因為這個bridge narrative 這個並不是很自然的 大家就有這樣的語會 需要這個bilingual 就是在兩邊就要做轉移 確實是這樣 網路上有沒有問題 目前是沒有 那我在follow up 剛才很明顯是那個問題 那確實的 特別在我們中英院 我們的科學研究 通常是非常深入非常尖端 非常同意您剛一直強調的全民數位這個方向 也正如同學之講 這方面需要大力的推展 而且我們現在目前的推展不夠 所以我們非常支持您這樣的想法 那同一方面呢 為了叫台灣能夠搶得先機 在科技發展 在數位科技發展上 能夠與其他各國一較長短 我們也需要培養一些人 能夠在最尖端的數位科技 能夠像alpha gold一樣在台灣出現 像下一步是alpha fold 像這樣下一步的工作 我們希望看到台灣的科學界能夠很容易用到AI的精髓 這方面的人才培育 不曉得你有沒有一些想法 因為你是AI的專家 不曉得你過去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在中醫院我們想 幾乎每行每業 每一個科目都可以用到AI 理論上都可以用到AI 但實際上用到AI 我想並沒有那麼容易 那中間就需要很多 這個non-trivial的研究 那想聽一看你的想法 那這方面怎麼做 當然最近這幾年AI的人才大家都在搶 那我們本來院內也有一些協助我們的一些朋友 那在外面科技公司 隨便就可以開兩倍三倍甚至更多的薪水 所以確實我們自己在公共服務這件事情上面 以及需要比較多的時間來培養 這個domain knowledge等等的上面 感覺上就好像一下子就 他最基本的學會的時候 就跑到個lucative的地方去了 那甚至有一些應用的方面是我們覺得 好像對社會不是特別有幫助的 那但是那個地方就是付的錢最多嘛 我在想的是精準這個廣告投放啊 這個就是甚至一些manipulation等等 那當然如果純粹是這個在上眼上 我覺得那個是neutral沒有問題 那但是有的時候他就是 我自己覺得像emotional manipulation等等的這些技術 它是已經到我們叫dark pattern的這個狀態 但是這個地方可以付得起非常高的興趣 所以我覺得就是它有一個怎麼講 就是說很自然的如果你越往這邊偏 會又有一種特別authoritarian的那種感覺 可是它不是surveillance state的那種authoritarian 而是說覺得資料都要 我經過我這一手我就要留下來 就算對方不是自願地捐出來的 那我也要盡可能地有passive的資料存在 然後我就可以去predict甚至influence它的行為等等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是這幾年大家的一個隱憂了 就是說慢慢大家聽到social media 聽到big tech 聽到AI 他想到的就未必是對社會有幫助的一些聯想 慢慢就是一些對社會未必有那麼幫助的聯想 那對這整個field我覺得也不一定那麼好 因為我本來就一直主張說這個assistive intelligence digital democracy 那如果連tech或digital這個字都變成反社會的字的話 那我們就很難找到人來做這方面的這個工作 那但是最近兩三年我覺得有回流的現象 就是我們開始可以跟一些國際的大廠把人搶回來了 那但是但是我發現我每次interview成功 都是因為我剛剛講的那些可能還是有點陌生的社會發展 全民參與等等的東西 就是說他自己的所學是用在促進隱私 而不是就是跟隱私做一些解抗 那是用來促進大家的welfare 促進民主的發展 而不是好像abuse這個election cycle等等這些工作 那這個情況下我發現talent 開始願意往這個方向去做research 所以不管是以前覺得沒那麼酷的一些 自什麼隱私強化合規啊什麼應用研究啊 我發現以這些概念數據公益啊 設出來的這些center 他反而在attract talent上面是有幫助 而且這樣子出來的人 他好像就認識到國際上面 綠建築防火建材那樣子一些building blocks 那他之後再回到業界 因為一定會circulate嘛 他再回到業界 我覺得就是用一些比較對社會 或環境好的一些方式 來建築下一代的比較ethical的這些AI的系統 所以我覺得這個信任的foundation 在現在我還是比較願意來做這個打底的這個工作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cutting edge research 現在在很多talent的這個想法裡 他不一定立刻就想到有利於社會 pro-social的這個聯想 但是這是這幾年的狀況啊 之後一定還會改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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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院士 我要follow out 這個院長的一個question 現在看起來 你這個布啊 多半是top down來看 這個老百姓的是不是對Digital有興趣 但是我們看看從 Othermark 老百姓最需要Digital的什麼東西 Folkshop 我跟那個CityCityCity講話的時候 他就說這個新聞啊不可靠 不少什麼新聞 有沒有辦法做一個demonstration 說這裡有一個台灣的confidence level 就是media confidence level 做一個用AI來做 我們訓練來做 可以看新聞報出來旁邊有index 就9 out of 10 confidence level 這樣的話老百姓很喜歡 這樣的話把前面 不是這個問題 就像這樣類似的問題 把外星整個的Digital呢 我要給你提高 我覺得這非常好 那我剛剛講到的像 我們這個ecosystem 趨勢科技防禍的達人 Who's called 什麼之類 其實大概就是在做 您剛剛講到打分數的那個動作 有一個未接來電 他是到底信任值是百分之幾呢等等 那這裡面也靠著大家捐出自己的 就是好像垃圾郵件分類 不是只幫自己分類 而是幫大家一起分類 這些數據公益的活動 所以我想這個在台灣 有很vibrant的生態圈 而且也不是只解決台灣的問題 也賣到日本 賣到其他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種平台經濟 就是我剛剛講比較pro social 這個我就很願意來支持 那但是是支持而不是主導了 那因為我們是支持的這個部 我們不會變成是一種監管說 好像說你一定要按照我們行政院 或數位部的角度來評量 那我們變成真實性的裁決者 這個是我們不做的 但是我們會做的是說 我們確保說任何想要加入這個 ecosystem 它可以用非常低的成本就加入 而不是說好像只有大公司 或者是非常大的集團 才有能力去set up 您剛剛講到這種 ranking and rating 就是要鼓勵發展的方式 對對對 絕對是這樣 有一個朋友問說 國家數位發展的規劃 是不是包含數位的國防相關的政策 對於國防有什麼樣子的看法 當然如果是在講作戰的 那個是自通電軍的工作 那個跟數位部目前沒有互相隸屬的關係 不過我們剛剛在講應變的 任性的 或者是發生什麼天災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要快速的去把 不是只是基礎層 而是包含上面的應用服務 都要不是過一小時才修好 而是立刻fall back 到一個安全可靠的一個 mode 這個工作就跟全民動員的工作 開始有一些重疊 而全民動員的工作 在應變到就是比較緊急的情況 又開始跟國防是有一點有所重疊 所以我不會說它是好像一刀切 我們完全不相關 它在中間Mobilization這一段 是有一個Spectrum 然後是可以彼此互相參考的 那除此之外 當然剛剛講到就是心房的部分 那心房的部分 就像大家如果在之前有看到 我們科技匯報辦公室有請一個演員 那他透過B Flake 那就變成我的樣子 然後開始用我的方式講一些話等等 那就是讓大家知道說 現在這種換臉啊 低費什麼的科技 它已經完全變成任何人用手機 用電腦都可以很容易跑出來了等等 那像這些當然乍看之下 只是媒體素養教育的這些工作 但是確實它在比較緊張的時候 它也是 double S 心房的這個工作 不是說好像我們只是因為這個想要普及 關於資訊素養的教育 而是說讓大家先知道說 如果之後就是狀況比較緊張的時候 可能會出現怎麼樣的情況 先去等於叫破 Notice and Public Notice 那這樣這些方式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大的效果 那這陣子當然我們看到這個烏克萊 在這方面有相當多值得我們學習的部分 這樣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繼續請教 我們既然提到烏克萊 他都知道這次烏克萊戰爭 Information Warfare 是占絕大部分的決定 這個承辦 這是當天的傷亡情形 那這方面我們剛才講到說 台灣有很多資格學習部分 他請教你們 台灣怎麼樣學習 是 像之前他們在戰爭前 其實跟我們差不多的時候 2014、2015年 他們推動開放政府全民參與 那也是用 他們叫Dia 是一個手機上面的一個城市 那他們也有類似我們的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的平台 也有公開透明的招標網 什麼之類 那所以呢一方面 他們的這些building block 跟我們的building block 其實有些可以互通之處 那現在這個叫做public code 就是公共城市 那所以呢公共城市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的building block跟我們的building block 不一定是說我們只是參考它的外面的功能 而是說可以當彼此的 就是甲方當彼此的一方 就是說大家透過open source free software的方式 互相去檢證彼此的這些building block 它在資安上面的安全性 然後呢就可以實際上用類似的系統 甚至是共同維護類似的系統 那這個在底層 像作業系統這個當然大家做很久了 但是在上面公務軟體的層面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切入的這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說 他們透過這個app在戰爭的時候的一個 等於重新設計重新使用 因為大家都已經很習慣運用了 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我們的群民健保快一通 那在之前疫情前比較少人用 那疫情的時候每次推出新的服務 就本來會用的人就會有很強的動機 去交本來不會用的人 所以這個也是mobilization的時候很重要的一環 就是當你推出新的mobilization的這個network的時候 不是只是本來的那些人會用 它很容易交新的人 而且它可以串接一個我們叫democracy network 就是整個民主網絡裡面 對我們的狀況感興趣的人 也可以很容易加入的這個做法 那這個之後我們會有專門的 剛剛看到的民主網絡司 會有一張個司來做這方面的工作 好 謝謝 謝謝 網路上好像也有新的 還是 好 那我就快速的回答網路上的 網路上說 這個唐政委是最年輕的閣員 在行政的科層工作裡面 有沒有遇到什麼數位工作推動的困難 又是怎麼樣去克服這些困難 這非常好的問題 我倒覺得這個跟年齡的關係比較小 我碰到的就是內閣的歌員 不分長幼 其實對於我剛剛講的那個 其實都是很認同的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強調輕盈共創 強調民主網絡 它無形之中是消滅掉 年輕人跟長輩中間的那個代溝的感覺 因為我們如果強調特定的 vehicle 好比想說一定要平板而不用紙 一定要用讀卡機而不用蓋章 或者一定要用手機千公文 不能用讀卡機 每一代都會造成一些代溝 但是我們如果強調的是 interoperability 互同性 plurality 多元創新等等 反而這些代溝就比較沒有了 所以我一開始剛入閣的時候 我比較碰到的確實是 有些人會擔心說 那是不是我就要全面的五指化 或者是說就一定要大家 硬學一套新的系統 因為大家已經經歷過太多次推新的系統 舊的系統還是得繼續維護 因為新系統不可能考慮到 全部的corner case 然後大家就要加班爆竿等等的狀況 但是後來我們透過推行不是數位 而是服務設計這樣子一門學科 進入我們每一個部會 那我們就發現說 第一線的公務員就發現 不管他年紀怎麼樣 他的體驗省他的力氣 原來是我的第一考量 那這樣子大家繼省力有安心 而就是apply到第一線工作者 那就比較不會有以前的 所謂smart technologies 讓民眾節省一小時 但是公務同仁要爆竿兩個小時 那個就不sustainable的這個情況 所以碰到當然一開始有一些 fear uncertainty 掉了 但是這個大概到2017、18年 大家真的用過 重新設計出來的爆竿軟體之後 這些疑慮大概都差不多解消了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當然想 後面的劉彥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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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唐委員覺得這樣可以嗎? 我會答應的一個condition 就是我們這邊也有我們的同仁在錄影 而且會用創用CC Creative Commons 用直播流線民權其他財產權都拋棄的方式 本來在今天剛結束就會PO到我們的頻道上 就會到網路上 所以不論是公式還是任何人要使用的話 不用特別問過我就可以拿去用 這是一個非常正面的回憶 廣遠市 問問題還是到我剛才那一套問題 就是說你這個工作很多東西是新的東西 需要相當多的投資去做給大家的這種事情 我跟您講一個例子 這個Internet是重要的不得了 30年以前我們都知道它很重要 一直沒有辦法大量的用 直到這個Evo的 不能講Evo 糟糕了 Megosoft把Windows開始支持 Internet一下子全民都是用心 所以如果沒有commercial的公司 這些公司來做這個公益的事情 公益性做不穩 對 兩個人要合作的 我就是要問這件事情 就是剛剛說是 HB說需要跟你們合作 同樣的 這個Servilling的這個 commercial的公司 也要跟這個Non-profit公益性的這種東西要互動 如果對付一邊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請您comment一下 是 我現在在公視 還沒有在公視 在Kaiwa Plus 有這樣的一個節目 叫Innovative Minds with Audrey Tong 那您剛剛提到的就是 在網際網絡剛開始的時候的一些 非常特色的Social的想法 JCR Ligle 跟Serv這些想法 那我在跟Jim Murai 就是日本的所謂Internet之父討論的時候 他也有提到說 確實是需要entrepreneur 需要一些創業家 來把它帶入大家的生活當中 但我蠻高興的就是說 也是在那個節目上面 我訪問了新一代的年輕的創業家 好比像說Vitalik Guterin 以太方的共同創辦人 我們一起寫paper 或者是我們的Kamen Lin Twitch這個直播平台的 共同創辦人 也是台灣人 Steve Chen 這個YouTube的共同創辦人等等 那我們現在有很多 新一代的創業家 他從現在投入的時候 就是秉持著剛剛的那個多元創新 所謂的Web3 數據公益等等的這個角度 他們也覺得說 以前在Web2.0的時代 資料過度的集中 導致好像整個行業的形象 變得好像大家不信任了等等 是他們現在要優先解決的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確實有一些新的 新一代的entrepreneur 或者是前面已經Web2.0 成功過幾輪的entrepreneur 現在很專注的在看這個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 至少有他們的支持 但是您剛剛說的 會不會有一個新時代的 類似像Windows這樣的東西出現 而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好像NFT這樣子 好像以炒作為主的 這樣子的用法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在接下來一年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 剛剛強調的任性數據公益 民主網路等等的方式 開始看到新的這些創業的題目 它有可能可以 但是我也很誠實地說 就是目前看起來有這樣的苗頭 但是並沒有說 好像一定明年就會實現 這個horizon可能比明年稍微久一點點 好 好 好 汪蔭院士 關於普及的問題 要做到AI的話 需要相當的軟體和硬體的資源 所以光是跟民間講說 這個有多大的好處 沒有提供實質的協助 沒有提供實質的協助 沒有提供實質的協助的話 要推廣的話還是有相當的難度 所以我在想在抽化這個布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想到這方面 怎麼樣能夠提供最方便的資源 來達到這個普及的效果 是 我剛剛講到Leverage 現有的各部會的預算 而不是我們從頭邊的預算 的意思也比較像是這樣子 舉例來說 像今年九月即將上路的 深深用品版 慢慢有網路等等 那個當然就是非常大的一筆預算 可是那個是在教育部裡面來執行 但是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盡可能地讓這一台 不管是平板還是電腦 在學生的桌上 它是一個co-creative platform 就是裡面的那個體驗的部分 服務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可以幫忙的 因為它當然會有一些 有一些算力分散式的 它當然也可以連到像國王中心 或其他的一些在提供算力的單位 只要它是pro-social use等等 但是如何讓在學校 他們本來就要教這些的buy-product 可以變成投入像空氣盒子那樣子的 數據工藝project使用 這個Leverage是我們的工作 但是這個Leverage其實是不花錢的 嚴格來講它只是政策方向的 對齊而已 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陳議員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AI的人才 網絡的人才 其實還是缺乏 在台灣 那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計畫 可以比較大量的栽培 這方面很慘 另外剛剛提到大眾化的數位使用 那這是我希望全民都能夠來用 但是目前現在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人 碰到你電腦他就已經害怕了 有沒有什麼這種比較program 來做大眾化的教育 大部分的人都能夠來參與 謝謝 我覺得電腦就是特別是鍵盤的設計 當然是對長輩或者不要說長輩 就是有些人他思考或互動的習慣 就不是這樣子 這確實不太友善 那所以我剛剛也特別講說 我快90歲的阿嬤 他比較習慣的是就是很大的平板 或者之前我跟他這個有 showcase一些VR的互動 那他反而不需要學習 因為VR其實就是他在空間裡面 做自己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modality 倒是不一定要鎖死在我們本來想法 是說你一定要學Python 一定要會Jupyter Notebook 你才能夠做AI上面 而是說怎麼樣讓這個assistive intelligence的感覺 這個概念 他能夠找得到正確的intermediary 然後就進入他的生活 不是立刻就要他透過他的iPad 就hack進他的助聽器的程式嗎 這個可能不是立刻做到的事情 但他可以找得到就是民間的Civic Tech的人 他真的可以開始fine tune這些model 那這些Civic Tech的朋友 可以讓他試不同的model等等 這個就是可以想像的 所以我常常特別是日本朋友問我說 這個IT大臣這個對IT的願景 我就說我是數位不是IT IT是連接機器 數位是連接人 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所以就是怎麼樣透過數位這個共同的purpose 這個語言去找到願意幫助彼此的人 那這個是我比較care的事情 但是您剛剛提到特別就是在AI的accessibility 就是怎麼樣把它解釋成大家都可以了解 那我覺得如果看不懂程式碼 會比較不是用文字鍵盤思考的 那現在的這種輔助式的繪畫 他不管是喜歡畫哪種流派的畫畫 現在都可以comprehend那幅畫 而且還可以跟他就是一起做畫 互動式做畫等等的做法 就多一些不管是視覺的 剛剛講互動的或剛剛講運動科技的這些modality 那自然就不會有一種好像只有打鍵盤的人 才能夠操作AI的這個看法 希望多少遇到這個問題 好 現場還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剩下大概十分鐘左右 請大家把握時間 那像網路上有一些問題 有不要請問 好 在科學科技領域 性別比例還是比較懸殊 有沒有一些實際經驗可以分享 怎麼樣鼓勵多人性別 不同年齡層跨文化等等的合作 我記得之前有幫那個GICS 就是科技部的 就是請不管高中還是大學的女性 來學習資安的這樣一個計畫 拍一個promotional video 那就是有一個人在video裡面問我說 誒 證為這個資安感覺上 不都是男生在從事嗎 我就說其實我在寫程式的時候 電腦沒有問過我的性別 就是它並不inherently是這個性別 或那個性別的 那很多是role model的問題 或者是甚至有時候講白了 就是家長反應的問題 就是如果有一個高中三年級的學生 跟家長說 我以後的立定志向就是要當白帽駭客 那他這個家長的反應 可能因為他的性別 現在還是有一點點差別了等等 這些都是我們聽到一些anecdotes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要把它shape成一個說 他當白帽駭客 他成為資安這個女傑司等等這些 他是不但對之後 不管升學找工作都有幫助 而且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就好像學校老師 帶著參加科展和榮耀的事情等等 是要塑造成這樣子一個社會的氣氛了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科技部 或外來的國科會 這個是寫在它的時政重點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特別是從國中高中 這樣子一個step 因為他還沒有這個在社會上面被bias對待過 我們一開始就要有一種 當然就是應該女生來弄資安的這樣一種感覺 那我覺得慢慢的至少 在我們數位相關領域裡面 最適合的資安這個領域 如果都可以開始有所扭轉的話 那其他的話應該會越來越好 好 縣長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兩個問題 專門指明兩家公司 這樣可以說是同樣的問題 那我們要回答 OK Google跟Facebook做廣告的收益 讓很多傳統媒體難以深層 那這是不是數位發展不要解決的問題 我覺得這是兩端 就是說如果你把它當作一種市場競爭公平性 等等的問題的話 那這個可能就比數位不稍微遠一點 因為那個進入監力的範圍 我們剛剛已經說 我們不做監力或特許的事情 那你如果把這個當作是一個symptom 當作是一個病徵 而不是當作是一個root cause 的話 那這個就進入我們的工作範圍 我覺得這個的root cause 其實講穿了就是 目前這兩家公司有我們的注意力的專買權 就是說如果你強制它去溢價 那溢價的時候它還是可以零點零零幾塊 結果就買到 因為它是專買 你也不能賣給別人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它的那個出價一直都在優勢上面 那但是我們在特別剛剛施政方針 第三個重點 資料民主化 在做的事情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參考歐盟的那個數位市場法 在做的就是說 你新的這些contenters 進入市場的時候 它不用重新建立那個社交圖譜 也不會變成說 好像像之前有金融卡以前 你的提款卡 只能在那家銀行的貴人機提款 或者有portable number SEMA之前 你換電信公司 你的這個聯絡人的電話簿就不見了等等 就是說全面性的 有這樣子SEMA的能力 從歐盟DNA的角度來看 是讓這些公司 它能夠在一個比較fair的情況之下 來議價或者是來 不要壟斷廣告收益的這個先決前提條件 所以他們是已經很明確的說 就是要往這種資料民主化 這種互通性 全面互通等等的方式來發展 那我覺得台灣之前 也都有很多朋友 我們投入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從ZRT駐造場開始 在這邊就做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台灣這方面的talent 絕對是有的 現在我覺得主要還是要很明確的說 我們不是反商 不是反對Google或Facebook 但是我們是pro interoperability 我們就是要互通性 那我覺得從這個角度 這個是所謂不可以幫忙的 而不是以現在的這個市場的狀態 然後去說它只是公平競爭 還是不是公平競爭 那個可能另外有獨立機關來負責 希望多少有回到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是說 大型公司的隱私權政策 是限制競爭的力氣嗎 有沒有什麼對策 那首先就剛剛講到interoperability 如果我們是定義說 就好像E-mail互通 Podcast互通一樣 這樣子的instant message 群組聊天 你一路到視訊 到什麼 它是有一些互通的layer的話 那這個本來裡面 本來該有的 不管end-to-end encryption 還是其他的隱私保護 本來就是互通的兩邊 要有相同的standard 才有互通可言 那所以這個就不會 被privacy policy所限制 那當然如果有很specific的 就是說哪一條隱私權政策 在哪一個medium上面 造成問題的話 那很歡迎之後 再就是透過E-mail 或其他方式來交流 我希望回答這個問題 好 謝謝 現場還有沒有問題 王源氏 就是想知道 比較詳細一點 就比較確切的想法 在數位民主化方面 就在 就說有些國家 我就講了 就是說 為了防疫的目的 而制定轟馬 黃馬 綠馬 然後有人就提出很多顧慮 說這會變成 追蹤人 老百姓 或者變成前奏老百姓行動自由的工具 那另外 在美國另外一個例子 就有些地方 就硬性規定說 你雖然可以裝那個 CAMR 可是你絕對不能禁止 明明禁止 使用人臉見識的程式 這也不見得是對 因為你可以說是 因應廢話 所以在這個政策制定方面 這是一個相當麻煩的問題 我不曉得能不能有 比較具體的想法 是 我想快速建立共同價值這個方式 就是說 剛剛講到的比較是資料 或數位取用的民主化 但是民主本身 也是一個Social Technology 就是說不是只是 每四年投一次票的那種 就是低頻寬高延遲 當然那個還是很重要的做法 而是說我們可以快速的像 舉例2015年這個Uber 剛進來退出UberX的時候 我們就是透過像Police這樣的方式 很快速的把計程車司機 Uber司機 Uber的乘客 其他的乘客 有一些最基本想要堅持的事情 像說他不要Undercut這個Meter 但是Meter可以往上 可以Search pricing 納稅納保納管等等 它很快的收斂到幾個共同價值 那有了這個共同價值之後 它有點像是說 國民法官制度讓大家對於司法 可能可以比較信任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Uber它就比較會 他就會發現說 連他的司機都發現說 這是大家的共識 所以如果他完全都不理會 那但是他的競爭者 理會我們這些social norms的話 很快他即使是他的司機 也不會停他了 當然之後Airbnb等等 有很多的例子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子 快速形成共識的方法 就讓雖然這些ideological debate 都還在持續 但是針對特定的這個應用 到底要用到什麼樣子的程度 ride sharing 這個之後 還有很多像Airbnb這些 大概都是透過這樣的方式 快速的達到公司 所以最近幾年 Uber也是一家台灣公司 Qtaxi 但是多元化計程車方案 就讓在地的這些 甚至偏鄉的 題目提到原鄉的 這些創造服務工作者 它也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取得駕駛執照 然後呢 不但有額外的收入 然後也可以透過在地的 非營利為目的的組織 去解決他們transportation的問題 所以它同時兼顧了產法 跟設法的這個目的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達到這個公式的話 就像很多旁邊亞洲的jurisdiction一樣 那這樣他們會在這邊卡 反覆非常多次 這邊lobby來這邊lobby去等等 所以我覺得我advocate 還是這種快速形成 某種程度租略的公式 然後針對這一兩個特定的公式 我們趕快就先把適合的東西 放到大家眼前 然後大家再來建立下一輪公司 所以roth consensus and running code 網路治理的這樣子一個模式 所以我覺得只要這個iteration夠快 那雖然每一次看起來都是處理小問題 但到最後大家對這個process 會覺得比較reliable 這樣 好 我們剩下最後兩分鐘 我想請教您的一個問題 您今天來到眾議院 參加我們的院士會議 那我想請教您 將來整個國家的數位發展 或是數發部 您的想法裡面 怎麼樣跟眾議院 兩百多名院士 怎麼樣合作 怎麼樣互動 或是跟眾議院的八千名的研究人員 能夠怎麼樣互動 一起替台灣的數位的未來 提一份經歷 是 我想今天學到非常多 然後也有很多就是 我自己也還在覺得說 就是沒有辦法用語言形容的這些問題 那很謝謝幾位院士 就是把中間的那個 還需要解決的這個問題 problem definition 把它指出來 我覺得我自己這個真正意義上是受教量多 那我覺得之後 如果大家對於剛剛講到的 設法、懺罰、突發 這些不同的價值中間的 這種 collaboration across diversity 有任何想法的話 那我覺得我都非常願意 持續這樣子的討論 那另外就是說 因為 plurality這個學術概念 或者像牛津最近還找我說 他們想要把突發、設法、懺罰 加在一起叫 Cyber Studies 這樣子的一種概念 其實是在學術界也是比較新的 就是它本來是三四個不同的學門 就好像數位部是三四個不同的部會 或處 這個merge在一起 所以在一開始一定會有一點 HodgePodge的這種感覺 何況我們還加入了很多新的層面 就是舉例來說 像原民不但要有 像iTribe、iTaiwan這樣的WiFi 那像剛剛講到的低軌衛星 甚至我們國家語言發展法裡面 二十種國家語言 是不是都可以運用machine learning 更容易的讓大家透過這些語言 接取公共服務呢 那像這些都是本來好像沒有被merge 在這些裡面的一些討論 但是因為現在就是全民嘛 這個技術導入我們這個新的 plorality的數位的想法 所以我想會很需要 我現在還沒有想到 還沒有接觸到的學門的跨領域的這個工作者 來幫忙去看說 plorality這個概念 它還可以怎麼樣子繼續發展 那之後應該也會有相關的一些 Academic Conference等等 那就是很希望在那些場合見到大家 謝謝 好 今天非常非常感謝唐振偉 來到我們的院士會議 那我們今天的討論 也到此結束 我想過去一個半小時的討論 大家的收穫相當多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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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台上兩位貴賓留步合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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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